各位女朋友,大家安安安安。 接下来,我来报道,分为总统,或许对能源的特征。 我特别提出来,要跟世界来说, 我们必须要把205年的能源源,很均衡,用四大方向,来跟我们的能源来做个报道。 第一个,需要达到选顺,第二个,需要国家安全。 第三个,人民现场。 第四个,永续观。 这只是205年能源的一个源。 在这能源的源子底下,我们可以看到环境永续, 是全世界,大家和人一样,也是不分国境共同的源子。 在环境永续底下,我们的能源圣证如何? 我们的能源圣证一定要做到一个不询文件, 也要做到专业讨论,以及科学的验证两项,来通过深科能源圣证的面。 所以,能源圣证的一个不读文件的公司,不要忘了。 我们的两个,这样的重要的原因。 一个是专业的讨论,一个是科学的验证。 在专业的考量科学的讨论的面证底下,不要有政府的误文件。 大家好好的救国际的歧视,以及科学的专业的帮助,大家好好的来讨论。 所以,环境永续底下,我们特别特别以2050年进入台湾,是全世界的共同目标为主要。 然后发展现实际上,以及现阶段在核电厂前例,取代燃煤发电,让台湾严重的,以及造成恐怖的燃煤,慢慢变成蛋。 这也是国际能源总统 他们认定 进入台湾 成本最低的房子 这也是国际能源总统 他们认定 他们这个进入台湾成本最低 所以我们要跟全世界间 必须要 整个再生能源 以及核电台 严育的方式 所以 所以面对这个政府有责任 你要用核电 一定要确保核安 一定要把核安做好 同时要用国际的标准 科学的方法 来治愈核电台湾 还能够达成环境永续的工作 这也是我们环境永续 所提出来的生命方向 至于等线的安全 主要的是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跟人家安全 其实化断很奥然 如果不能够提供困定的 发电 国家就会变临 产业会被人挑战 国家就会有安全的问题 所以 为了国家安全 一定要提供困定的发电 同时 也要做无人的健康 人们的健康 不需要在空腹的影响底下 让人们有呼吸器 呼吸器官的影响 那也有造成环节反复 所以我特别要提到 家室的减肥 减碳 减空腹 让我们的软件能够更优化 人员能够健康 能够更优势 当然 人员软型 它是有顺序的 它是一个步骤 有个步骤 不可能一天的整个政策 就改变 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在这个长期的规划里面 我们不像是 共互足人间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要 宫殿主义 有序转型 所以宫殿主义 是大截力 有序转型 是一步一步的达 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在人员政策的 解决目标 有第一个 我们到2030 减碳了台湾 2035 低碳台湾 204050 净碳台湾 我们提示四个 一个2030 减碳 2035 低碳 2040 五美 很清楚 2040 到达达 五美的台湾 2050 净碳台湾 大家说 既然你提出了方法 你到底 你前期 谁是做的 你到底 能够一起做 是我们的 减碳 若是跟国际结合 我特别 跟你们一起的方法 我在西北市当时 这几年 我们在人员的 合作上 以及在人员的 大家一起 邀请的下 我们西北政府 特别在2019年 是前一国第一个加入ETCA 郭媒 在2022年就达成工业的 五美成绩 这个目标我们已经查实了 这个目标是我们在这几年 我们所做的成绩 我们也同时 第一个 在2022年 宣传七后七几千年 按照在电条件里面 定出减碳的自己目标 同时2021年 2021年 在 之后还没有 2050 净零台湾的路径 开始还能先不出钱 我们新北市已经先走了 最好新北市当时推出了 年碳翻转 新北的先行 尤其我们新北定的目标 在2030年 要减碳法案子30 比民进党 中央提出来的 减碳法案子24 很简单的更多 我们为什么都没有信息 因为这几年 在全国的评论里面 从104年 到现在 我们八度 韩年 全国县市能源政策 的幻星 全国能源政策的评论 我们八年化 都是幻星 这八年化的幻星 全世界不是 一天 一朝一时浏览 是大家 重视这样的评论 所以 重视这样的评论里面 我特别 谈到节点 我们的节点 可以讲 都是第一名 而且这个节点里面 我们不代言企业提供的补助 也协助我们的企业能够更好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如何 让我们的民众和企业 能够推广他们聪明的用战 把用战的效力能够提升 所以新北的经验 其实 可以推草到全国 所以 新北这几年所做的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上任以来 我也成立了气候变协 以及能源会的免费 这都是新北的做法 既然新北做的东西 而且你到底 中央剪得更多的剪判 我们会使用 不努力推行到全国和企业 所以 佛人员圣圣里面的指章 温了四大五大像 这里面也越永续 以后减眉 脉象明眉 以气增长 节能优先 用这五项 来达成 我们的圣圣圣 这些余永续 即五十五分件 的人员当中 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增加再生能源 因为再生能源 是台湾未来主要的 能源的支出 所以 再生能源 我们还是不断的要去发展 要去做大 除了再生能源以外 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主要是 理和解 理和解 因为 全世界国际的歧视 都是用核电 慢慢再去增加 矿路燃料 所以 跟国际同步 善用现在已经存在有的 核电的价格 作为降低排碳 以及空 让降低排碳的空 不要灾害人 也可以达成 减碳的目标 尤其 在这一个部分 既然要用核电 我们就必须要做事 和人的安全 所以 大家都说 我到底对核电的态度 有没有反复 我跟各位很清楚的表达 我从大陆 没有反对核电 其坏念 不要死而反而 我从来没有反对核电 我当然会使用核电 所以政府有执任法 核安所保 核安所保 我又核电 这是政府 该有的态度 所以 我当时 讲得非常的清楚 尤其 我是新北市 在当核电的时候 我就被核安打算 在说委员会被 提出很多的看法 所以 其实 请大家 要知道 新北市 有两个核电 也有一个核子 所以重视核安 就是本来就是 每一个人的核电 也不是只有 新北市的核电 所以我没有反对核电 我做牧师的是核安 只有核安做好 才会有核电 相对 你只要核安做好 当然可以使用核电 我没有反对核电 除了 以和解美以外 我们都慢向无美 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原因 对 我们要指不建筑长 直见解草 才能靠电 所以我们2013年 2013年 我们减霉 就是说 占比 最少了百分之四 2013年 我们就会减霉百分之四 那2040年 我们会换钱停止 燃煤化电 变成无煤的台湾 所以我非常重要 告诉大家 2014年 就是无煤台湾 台湾 就在没有完美化电 2014年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有气承转 法律的转换 因为要切断的安全 以及公平的无影 在整个天安纪的南纪的使用 和占比 不要超过一段 把占比的比例降低 因为如果占比的比例降低的话 比于海陶型的国家 再三 国际的供应 化理出了状况之后 我们工队就会产生余力 所以我们的天然气 一定要下降 也要破坏 同时也把未来的天然气的基础 软化成加装西欧度的处理设备 成为备言电力 所以天然气的基础 它其实可以用西欧度的处理设备 成为备言电力 很可以再使用 当然这当中 大家都意思说 要增加用 增加这个电 但是不要忘了 节点这个做调 所以节点 我们要同民众的国习法 以及我们所有的动电大部 要去想 如果佛日 节能 除能 以及付费电话 来 让我们的动电更有效力 也能够让我们的电力 这个充足更肯定 所以这个部位 七点五六七点 所以今天是一定会 把这个部位推广到前面 当然 今天最重的这一章 今天这个很重要 这是民进党 民党 目前2022年 在台湾的年约 占4百分之8 和2百分之8 和2百分之1 然后 李律长的辉尔抢眼 他2025年 是要占百分之8 在真正面 要7百分之2 是要很清楚吗 2025年 李律长的辉尔抢眼 现在是做不到的 他的在真正面 有可能达到百分之2 这是个别的方法 所以个别的方法 包括 所以说 国华会 他逆夫的2023年 以排碳的年 到百分之7 在这里面到百分之3 我们提出来的 2023年 减 汉 台湾 所以排碳的年 第一百分之6 我们逆夫 我们可以 大概 到百分之6 所以 就算国华会 百分之7 我们的排碳能力 也可以 下降到 百分之6 十以下 这等于是碳排量 碳的排量 可以减少到百分之2 你一定知道 所提出来 还可以减少到百分之2 除了这个布衣服 和能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和能 在和能的 使用上 我特别提出来 在我第一任的认识区里面 合一 合二 合三 检查 检修 前面的用高标准 安全的方式 做好安全便利 重庆区里面 所以 合一 合二 合三 在我第一个 任性区里面 检查 检修 安全便利 重庆区里面 用高标准来做解释 我们查有 回到百分之12 当然还有百分之2 是我们碳中和的电源 现在请加CCUX 碳五桌 还有清雯跟其他的 打碳 这是2 大家最关心的核实 大家最关心的核实 我还是特别给大家做一个很详细的报告 可是 我们一定 让国内外 的能源专家 来查理 这些能源专家写者查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成立一个 合日重体 安全检查的预备 就 现有的 全面检查 检修 一定要在 安全服励底下 重启核实 在安全服励底下 重启核实 而且我们会净化 协力一步 做好整个法案的责任 我们就可以重启核实 未来 所以重启核实 也许我们 如果能够成长的话 也许可能是有机会 但是 除了核实 我们用安全服励 高标准安全实在委员 来办法理办 用科学 来讨论 来看 当然 我们也看到 未来的核实 也不是只有核实 这个重启核实 经过国际认可 当然可以加速供电 所以核电 不是现在只有核一 核二核三 甚至要重启核四 我们要考虑到小型核电码 S电码 以及核融核 慢慢在国际 在进步的过程当中 国际认可以后 就可以找到核电 所以如果在减碳台湾这个部分 我们特别提出来 我们特别提出来 把核电和这个分配有力 给大家说 清楚 至于 到了2035年 我们第一看台湾 就是我们的干净能源 一定要进步吧 干净能源 要进步吧 那干净能源 不不够办 那排碳能源 就会降到 百分之四十九 所以 我们的干净能源 包括再生能源 包括个人 包括看中国地利 就会超过一半 那204年很清楚 我们的美好 南美 从 战米14 203的6 到204的 南美8点 就变成了 那我们天然气 还进降 降到百分之三十四 同时提高 再生能源四十五 比起我们的核人 预估 我们可以提高到十六 至于 按说的建议 可以提高到 2050 就是 建源排放的台湾 是进行台湾 要跟国际跟同地 所以我们的 南美 南流 台湾能源 包括单气 就要飞飞到 所以台湾能源 全部飞飞 所以我们的台湾能源 不管是 南美 南流 南气都飞飞 再生能源 我们 因为随着新的科技 也许有深层的 地震可以发展 灯大量 还有海洋 海洋 海洋 等等 我们的再生能源 要不断的 过多到百分之十七 然后核电 核能 百分之十八 至于探索的定义 百分之二 当然 这些目标 会随着再生能源 随着核能 随着探索 随着做完调整的准备 但是 我们一定要达到排碳一点 全部飞燃 才能够静点开放 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国内人员政策 供电无疑 有序转性 让人员政策 非常固实困建 能够供电 困建 困建下来 恐是可以降低 排碳量 确保人员安全 确保人员安全 第二个 其实国际 人员总是 也特别提到 为了要达到205年 静零排放 核电 核量 会加倍 所以 现阶段 包括美国 日本 韩韩 英国 外国 这些 国际主流的国家里面 都去再继续 或是再增加使用电 所以 我们 台湾 也要跟国际 也变成一个主流的方向 所以台湾要变成一个主流方向 跟国际结果 结果 当然 我们的核电 也要不断的从联系里面 开始重新思考 整个人员政策的调整 最重要的 未来要让供电无影 让产业能够在台湾 漏酒深耕 我们的未来的能源的转型 最重要的 除了在转型过程中有序发 就是要落实减害 落实减害才是我们的目标 才能够达到环境永续 所以落实减害 环境永续的目标 就是我们现阶段 能源建设 最主要的方向 所以在2005年 我们要完成 能源转型 安静永续 让我们构实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